台北捷運車站出現恐怖攻擊了嗎 有民眾表示自己在捷運M8出口 突然聞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 不斷的咳嗽打噴嚏將近10分鐘 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吸入了什麼 非常的恐慌 捷運警察一查發現 是一名男子手持辣椒水 不斷的在捷運大廳還有月台噴灑 而且沿著捷運紅線犯案至少兩個小時 受害民眾粗估有數百人 警方鎖定嫌犯之後發現 男子二度犯案 早在17號他就在月台噴灑過辣椒水 男子一神黑大乘手扶梯到台北車站捷運大廳層 手持辣椒水放在背後遮掩 偷偷摸摸自以為沒有人發現 接著噴出白色霧狀氣體 不斷在周圍來回走動 近戰後繼續在月台狂灑亂噴 會怕 因為他那個 我們不知道他那個是什麼東西 有可能危害人的身體或是什麼的 有點恐怖 這真的很恐怖 刺鼻的氣味在M8出口傳開之後 有民眾聞到不斷的打噴嚏咳嗽 將近10分鐘 每日知道刺鼻氣體有沒有危險 嚇到立刻跟站長反應 數百人不斷瘋狂咳嗽 相當不舒服 緊急通報捷運警察調閱監視器發現 嫌犯25號下午5點半左右 從台北捷運M8出口下去 一路噴灑辣椒水 接著再到大廳層繞了兩個多小時 就搭乘紅線往淡水方向 搭一站到中山站才從3號出口離開 這一路上辣椒水味刺鼻難耐 根本就像恐怖攻擊一樣 而且擴大調閱監視器發現 這名男子17號也有進出捷運站 也做出噴辣椒水的動作 懷疑是連續兩次犯案 第二次才被發現 這個行為觸犯大眾捷運法 最高可處100萬元 還可以設違法開罰 如果有民眾提告 還涉及刑法傷害罪 台北車站全台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接近以鎖定犯嫌身份追蹤調查 記者王山慧倫 台北報導